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在國慶日當天重返高雄 替高雄市議會的前議長 許坤源的女兒徐彩珍 扶選站台 而他在助獎期間 也揮發揮了他過去妙語如珠的口才 又爆出了金句 那究竟他這次又說了什麼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 我要跟柯智恩教授 柯智恩博士反映一下 他跟我切割愛景摩天輪的 你太小看愛景摩天輪 台灣有濁水溪 有淡水溪 有大假溪 全台灣的愛情之河在哪裡 如果發展愛情產業鏈 每一個台灣結婚的都想來愛河拍一張照片 愛景摩天輪上 繁榮我們的婚紗禮服 繁榮我們的糕餅店 繁榮我們的飯店 繁榮我們的計程車行業 繁榮我們的夜市 因為全台灣想來結婚 誰要結婚都想來高雄 因為這是愛情之河 我們要發展的是愛情產業鏈 這是我們設計愛情摩天輪當初的想法 韓國瑜除了在助講時談論到愛情摩天輪一事 還把選舉比喻成八點檔 說第一台是男女主角一見面就結婚的劇情 第二台則是男女主角互相愛慕卻遭到長輩反對 並直言陳其邁連任就好像第一台八點檔連續劇 大家都知道劇情那都是固定的 不要再看了 而柯智恩若贏了就是第二台八點檔連續劇 一直到聖誕節 明年春節 端午 中秋 全世界華人 全台灣都會再看高雄 所以要讓高雄創造二次奇蹟 要轟動全台灣震撼全世界的華人 一定要讓柯智恩高票當選 而針對韓國瑜在助講時談及到這個 國民黨高雄市長的候選人柯智恩切割愛情摩天輪一事 柯智恩也做出回應了 柯智恩今天上午被問及此事時回應 韓市長他最主要想要表達的是 高雄市可以發展愛情產業鏈 不管是觀光或是服務業 那對柯智恩的政策來說 高雄的服務業與觀光本來就是要多元化 所以韓市長是凸顯愛情產業鏈 對高雄未來的重要性 柯智恩指出 如果對我們高雄的產業有所振興的話 都會好好來做一些研究 前面亞裔有說 韓國瑜他在徐彩珍的競選總部成立大會上 說了愛情摩天輪的這番言論 對此台灣基進三名區的市議員 候選人張柏洋他就說了 看到你還在摩天輪高雄人就放心了 張柏洋表示 韓國瑜其實就是藉由全台服選 幫自己重出江湖來試水溫 但是罷韓兩年之後再度在高雄公開發言 內容卻依然只有愛情摩天輪 與陸屏燈亮水溝通 絲毫不見這兩年有反省的跡象 看到韓國瑜沒什麼長進 高雄人就放心了 再次證明當初罷免的決定完全正確 而針對韓國瑜表示 如果柯智恩當選 全高雄會炸鍋 張柏洋表示 柯智恩現在應該擔心的 是遍布出新把戲的韓國瑜出現站台 是否會幫自己的選情砸鍋 畢竟高雄人都忘不了那個男人當初是如何 背棄承諾丟下高雄人去選總統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國慶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電視機前面看這個轉播呢 有喔我好喜歡那個橘色按摩的表演喔 對啊那其實呢 大家相信很多民眾都非常期待 因為有表演嘛 那其實呢館長陳志涵就在臉書發文表示說 每次到國慶日的時候呢 都會有許多藝人在社群平台上面消失 怎麼說你看他發的文 他說大家好 明天大家知道是什麼節嗎 藝人消失節 就暗暗的在酸說 那些藝人每次到了國家生日的時候 都不會出現來祝賀 館長九日在晚間 臉書發文詢問大家好 明天大家知道是什麼節日嗎 不過下一句接的卻不是國慶日 而是藝人消失節 文章曝光後 隨即吸引超過8000人按讚 有不少網友表示 正確一點應該是說 演藝人員工休日 繼續看下去 看那些人都點點 等著看有哪些藝人敢冒出頭來 雖然館長酸說是藝人消失日 不過其實還是有一些藝人 他們是有發文慶賀的 像是台志願台歌啊 還有余美人啊 郭玉琴啊 還有謝和賢等人 他們的發文都被網友給讚爆了 10月10日是國慶日 不過館長陳之翰表示 每次到了國慶日 都有許多藝人 在社群平台上消失 忍不住酸說 國慶日也宛如藝人消失節 但其實還是有許多台灣藝人 發文祝賀國慶 像是余美人 郭玉琴 趙俊雅 台志願等人 都被網友讚爆 余美人10日在臉書 PO出中華民國國旗 並簡單寫下生日快樂 向來關心時事的郭玉琴也寫下 祝福並珍惜這片美麗 自由民主勇敢的土地 我的國家生日快樂 另外男性趙俊雅 更是開心大喊 雙十國慶中華民國萬歲 附上一張自己登山 在山頂插上中華民國國旗的照片 還包括藝人謝和璇 張本渝 柯宇倫 台志願 都紛紛在社群上祝賀 迎來不少戰勝 事實上於月初 大陸也迎來十一國慶 當時就不少已經將演藝事業重心以往 大陸的藝人紛紛慶祝大陸國慶 而官長九日就在臉書發文詢問 大家好 明天大家知道是什麼節日嗎 不過下一句接的卻不是國慶日 而是藝人消失節 還配上十二個笑臉 對比起來真的是酸度爆標啦